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目前网络上热传视频 3月5日这一天天津疑似一架军机坠毁 多名民众发布视频显示 现场火光滚滚 有民众急速跳下车四散逃开 浓密的黑烟直冲天空 有民众说看见飞机掉下来了 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 事发不久 多辆警车和消防车抵达现场 同时现场还不断传出一似爆炸声 这个消息迅速传开 但是到现在为止 官方还没有任何说法 由于天津和北京相邻 而且目前正是大陆局势的敏感时期 事件也引发了民众诸多猜测 有评论分析 说坠机地点在北京附近 是中共中部战区的地盘 事件是否和中南海有关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 东北河广州爆发商户抗议潮的消息 网上有视频显示 广州13行商家 取着2月免租 3月减租的标语 在商场进行抗议 三月免租 二月退中 三月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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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退中 三月免租 二月退中 三月免租 深圳南山区南游服装批发市场 也进行了游行 要求二月退租 三月免租 四五月租金减半 视频发布者说 中共在病毒疫情期间 不允许商户营业 但是商户的房租还得交 中共号召免租金 但是那些出租商铺的房东 根本不理会 这样就引起了双方的矛盾 商户集体维权 中共深圳政府只会用军警镇压 不允许集会 不允许打横幅 打标语 不允许喊口号 一旦发现 一律抓捕 不允许人群聚集 不允许有人挑头 着急人群聚集 疫情期间 人群聚集容易传染 有可能会感染病毒 有可能造成扩散 如果发生这样严重的后果 我会追究法力回来 这是第一条 不允许调 第二 不允许喊口号 表语 如果我有发现 谁挑头 如果有谁啊 当然这个时候 打标语 喊口号 你将会面临 相应的法律 苦罚 可以去找房东谈 但是如果这种人群聚集 我们会在这里 谁把我们围圈呢 每个月死体 我们住地 谁把我们围圈呢 军风 把这个人给我拿下来 人呢 下来 拿下来 别走 把这个人拿下来 哎 二 终于 因为 这 你就 没有 你 不要 脑 老 不 不是 您 都是 你们 不是 我 你们 我们 大 東北也爆發了商戶抗議的聲浪 東北一個批發市場 不少商戶戴著口罩 手裡舉著2、3月退廢、4、5月減半的標語 齊聲高喊 退廢、退廢 零售業雖然復工 但是生意非常慘淡 有商鋪開業之後 竟然3天賣不出一件衣服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近2個月 中共當局對企業和民眾沒有任何補貼幫助 卻要求企業復工 不少企業、商家和員工受疫情影響根本就沒有收入 面臨著倒閉、裁員、失業、降薪等困境 據中共工業和新計劃部的一項調查顯示 截至2月末 大陸的中小企業只有30%恢復正常運營 另外一份調查顯示 大陸1 3分之1的中小企業現金只夠維持1個月 另外1 3分之1的企業只能撐2個月 香港媒體報導 很多中小企業已經出現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如果疫情不盡快緩解 等到疫情結束 可能大多數企業已經不復存在了 大陸招聘網站支聯招聘 在2月中旬對8000多公司做了一項調查 顯示 近1 3分的公司計劃裁員 46%的公司可能沒有辦法按時支付薪水 還有近20%的公司準備申請破產 接下來我們再來關注一條 民眾心臟還在跳動 卻被送去殯儀館的消息 新冠肺炎還在肆虐 外界都很關注武漢民眾的安危 但中共當局網絡封鎖 國內真實情況傳出來的少之又少 之前網絡爆出一名武漢老父出院後 向司機和車裡邊的人說 他在武漢傳染病醫院住院的時候 親眼看到幾個跟他一樣的患者 人還沒死就被裝入果實袋抬走的消息 這是我親眼看的 我是18分 他是實習的 整理的 他是28分的造成課程 他下午是天津帶來的 就可能他就只有取其毛的經濟 他跟我經濟是一樣的道理 我可能年輕一些 他其實都在進不去 只要跟你講的 這個這個病 進去就進去 進不去就你都靠北 跟你講的 這時候他還沒吃 這可以吃漢堡麵 他受住 他困他的頭的時候 還在中 他就是還在中 然後就是又困 困了之後就一個塑料 一個袋子 一個盒袋子 就你一包 包了之後拿你一拉 然後又投了一個 你又是一個 一名同姓的武漢青年也曾在網絡上披露 說他在病房裡摸他父親的小腿還是熱的 他喊他父親的名字 他父親當時還能睜開眼睛 但是醫生卻呵斥他不讓他待在病房裡 之後他的父親被抓入果實袋 抬去了青山殯儀館 而近日 明慧網報導 湖北一名女老師劉偉山 因為信仰法輪功在2002年被非法判刑4年 在武漢市女子監獄備受摧殘 被迫害到精神失常 後來被送到香凡市醫院 接受所謂的治療 最終卻被治成癱瘓 這個醫院的黨委書記樊志勇下令 把當時心臟還在跳動的劉偉山 送入殯儀館進行火化 進而操作人員發現人還活著拒絕火化 劉偉山逃過一劫 但最終還是寒冤離世 目前國內經濟活動不振 疫情肆虐 蝗蟲草地攤業額也來勢洶洶 大陸時局究竟該如何發展 我們也保持關注 感謝收看今日焦點 我們下期再會